说到李嘉诚,大家都知道人家可是房地产的大佬,对于房地产相信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有发言权,而他说的话也经常被人们用来对房价走势的一个预测,因为凭他多年的经验,他的话还是非常准的。 而最近,对于未来六年的房价的走势,李嘉诚又发话了,我国这几年来的房价可以说是飞涨了,增长的速度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的控制范围。 对于这高涨的房价,老百姓们也是怨声载道,原来几千块钱一平的房子,现在破万还有继续涨的势头。 针对这样高涨的房价,国家也出台了不少政策,即使如此,效果也并不是很大,而且这些政策也最多只能一直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得不那么快,涨势严格来说还是继续的。 不过,在一些中小城市,似乎有点效果,原来在北京燕郊新开的楼盘,刚开盘的价格是4万的,后面都下跌至了2万,这让不少百姓拍手较好。 李嘉诚就曾经告诫过大家,买房只是要解决大家的居住问题,让大家的生活有所保障就可以了,他还劝年轻人不要过早买房,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努力赚钱上,现在太多人做房奴了。 可以说,现在我国的炒房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,中国的楼市也将面临一轮新的改革,未来房价上涨的可能性并不大,基本大致已定。 网友表示,怎么不早说?你们赞同李嘉诚的分析吗?欢迎留言交流,感谢观看本期节目,了解更多,请关注我们。